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华尔街网报 今天是2023年8月23日 我们为您带来与中国和世界相关的最新消息 中央社报道,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在南非召开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习近平于21日晚间抵达南非约翰内斯堡 但在隔天的一个重要论坛上未亮相 由商务部长王文涛代表他发表了专题演讲 这引发了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们的疑虑和困惑 南华早报媒体报道,尽管习近平早已抵达南非 但他既没有提前通知也没有解释 就自行缺席了预定的商业论坛 这样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们感到难以理解 华盛顿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计划主任葛莱仪 在某平台上发文说 习近平没有出现在金砖工商论坛上 这是否有什么不对劲 中国问题专家栗明章也表达了类似看法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博然 也在某平台上表示疑惑 中国外交部长助理兼新闻发言人华春莹说 习近平发表了讲话 但习近平却没有出席会议 他引用复途指出 商务部长王文涛代表习近平发表了讲话 请注意 这张照片是从很后面拍的 也没有习近平在里面 据中央社报道 习近平在金砖国家峰会上突然消失 非盈利组织太平洋协议局人 第四前二大提高校 请到第四 前方不认为市局综合 持续议会议 具体情况 当时始终为一位套路 后进入大堂里的决定 王毅等 约翰科普今次大选 政治经济局创伤 被保护总理 如今 奇怪的事情发生 却没有解释的精神状态 中央社报道 习近平在抵达南非之前 曾经三位反而不死 这是他经历的第二次成功 南非曾经 喀巴菩萨 在二十二年是 台湾的寻找 在刚刚稍晚 中心金刚刚会的 读伤一号并发布的奖 却是王文涛代表的 当时 王文涛宣布的 新闻体育领讲道 表示中国中监运现象 目前一大方 国立组织 长期下好的计划 也不会 被暗示 引起国家成为为之霸权 打拿新鲜前进的决策 中央社报道 北京至今 内解释习近平 大决定的缺席议台 官方媒体 与央视等 在今朝军队的报道中 冠决系统 无需招有 完全用提 王文涛代表习近平上台的事情 中央社报道 华春莹在推特发文称 习近平出席了论坛 并发表了讲话 附上了没有习近平身影的照片 这尤其引发人们的怀疑和思考 再来看到香港明报消息 明报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 下周将讨论并审查 个别人大代表资格的报告 预料早前外转落马的 火箭军前司令人李玉超等 人大代表资格可能不保 明报刊文表示 人大常委会28日有项议程 即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这类议程的召开 都是意味着 现任人大代表 因出事或工作变动被取消资格 据分析 近期传说出事的几名军队高级将领 如李玉超 火箭军前政委徐中波 军事委员会 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张震忠等人 都是人大代表 若有人涉及党纪 政绩处分 甚至刑事调查 其代表资格可能不保 文章同时指出 秦刚被免去中国外交部部长职务快一个月 28日人大又将召开常委会议 一提包括审议有关任免案等 在引发对秦刚去向的关注 文章表示 秦刚仍保留国务委员职务 仍是副国级领导人 但近期国务院多次重要会议 都未现其身影 因此 有猜测在下周的人大常委会会议上 他的国务委员职务可能不保 文章认为 北京方面缅去秦刚的国务委员身份 只是时间问题 但未了冷处理秦刚一事 不希望大动作引起震荡 也许不会在这次人大常委会会议上 缅去其国务委员身份 再来看到地产市场消息 澎湃新闻消息 恒大 碧桂园等地产集团爆发财务危机后 中国宝能集团旗下宝能地产的人民币100亿元股权 日前遭法院冻结三年 引起业界关注 宝能集团目前深陷资金流动性困局中 据工商资讯显示 宝能地产7日公告 其100亿元股权遭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冻结至2026年8月6日 为期三年 实际上 法院执行的对象是宝能地产旗下的 宝能城市发展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而宝能地产是其唯一股东 拥有100%股权 除此之外 宝能集团董事长姚振华 个人所持有的三亿元集团股权 也在15日被深圳市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冻结三年 至2026年8月14日才解除冻结 澎泰新闻报道 姚振华日前在宝能集团2023年经营工作会议上表示 将持续推进流动性困难化解工作 在会议后 宝能集团因资金链陷入紧张 开始拖欠员工薪资 7月31日 姚振华更在深圳遭到被欠薪的集团员工围堵 带头围堵者 据传是集团旗下宝能汽车的一名副总裁 韩联社20日报道 有个中国人自驾水上摩托车 由山东跨黄海约莫300公里偷渡至韩国 韩联社韩国SBS电视台报道说 南韩仁川海洋警察署逮捕试图骑水上摩托车 潜入韩国的中国人A某 报道指出 A某16日下午 骑1800cc的水上摩托车 从仁川渐海偷渡上岸 他携带救生衣 望远镜 指南针 头盔等 报道说 A某的水上摩托车加满油 并以绳索绑驼5个25升的汽油桶 途中不时加添燃料 共行驶约300公里 抵达仁川渐海 而且是独自完成 这趟偷渡之旅 自由亚洲电台引述此人朋友表示 A某是曾经的流美学生全评 他7年前因穿着嘲讽习近平 实习包子的T恤表达抗议 被中国当局秘密抓捕 遭判刑一年半 又列入出境黑名单 报道说 现年35岁的全评 为吉林沿边朝鲜族人 2012年毕业于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后 返回中国 他批评中国当局的审查制度 并支持中国人权活动 当局执行709大抓捕期间 他公开声援中国人权律师 再来看到人事方面消息 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星期三连续公布 六名正在或曾在纪检监察系统任职的干部 被查的消息 据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消息 河南许昌市纪委原书记罗军 江苏常州市纪委原书记沈兵 海南省委巡视组原副组长吴杰 广东省委第二巡视组组长苏权贵 河北省地制矿产勘查开发局员 一级巡视员贺喜 山西省纪委兼委驻省民政厅纪检监察组组长贾木权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 上述被查的干部分别来自山西 广东 海南 江苏 河南 河北 均为省管干部 其中苏权贵是主动投案 再来看到彭博社消息 华为据称在中国各地秘密建造一系列半导体制造设施 已规避美国制裁采购晶片制造设备 据彭博社报道 总部涉于华盛顿的美国半导体协会说 华为去年已宣布投入晶片生产领域 预计将从中国政府收到约300亿美元的官方补助 SEA说 华为目前已至少收购了两座现有工厂 并且正在建造另外三座工厂 美国在2019年以国家安全疑虑为由 将华为列入出口管制清单 禁止美国供应商未经许可向华为出售货物和技术 以遏制华为研发先进半导体的能力 报道称 如果华为以其他公司名义建造半导体设施的消息属实 意味着华为将能够绕过美国政府的限制 间接采购美国的先进晶片制造设备 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对此回应称 当局正密切关注情况 也已准备好在必要时采取行动 除了华为 还有数十家中企同样被列入出口管制清单 包括福建进华集成电路有限公司 与彭新威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这两家公司都被美国半导体协会 指称为华为网络的一部分 美国工业和安全局说 由于华为 福建进华与彭新威都受到美国政府的严格管制 他们寻求庞大官方补助 设法发展本土技术的举动并不令人意外 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其他消息 普京习近平缺席发表讲话后 金砖国家峰会上对抗情绪明显 悉尼先驱晨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没有出席在南非举行的会议 预计他将发表讲话捍卫中国经济及其对新兴市场的支持 因为人们越来越担心中国的困境可能导致全球动荡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代表习近平宣读了讲话 强调了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潜力 讲话还批评个别国家试图薰弱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这被视为指的是美国和两国之间的经济摩擦 华尔街的中国梦渐行渐远 华尔街日报 包括贝莱德在内的美国主要金融机构 在中国市场扩张和繁荣的过程中遇到了挑战 尽管最初乐观 但贝莱德在中国建立全资共同基金业务的尝试却乏善可陈 该公司在国内共同基金公司中排名不佳 其他华尔街巨头也面临挫折 因为交易量减少 本土企业青睐中国同行 以及各种经济和政治因素削弱了外国投资者对中国资产的兴趣 拜登总统最近的行政命令进一步加剧了困难 尽管中国最初放宽了对美国机构的所有权限制 但环境变得更加严峻 阻碍了曾经充满希望的扩张计划 结果 美国公司在中国的企业收入下降 而当地同行则蓬勃发展 由于外国投资者对中国股票和债券的热情减弱 跨境业务也受到影响 这些挑战源于与当地老牌竞争对手竞争的困难 以及不断变化的市场动态 尽管最初的预测是积极的 但事实证明 中国市场比美国金融机构的预期更加复杂 利润也更低 中国北方烙灾面临更多灾害威胁 路透社 中国北方当局警告说 直到9月初 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的风险仍然很高 这一警告是在河北省发生历史性降雨和洪水 导致数千人流离失所之后发出的 目前 该国正经历主要洪涝期 暴雨 洪水和台风导致部分山区土壤饱和 中国政府承诺协助地方政府 做好高风险地区人员撤离和安置工作 美国商务部长出访前 会见中国特使以稳定关系 半岛电视台 美国商务部长吉纳 雷蒙多定于下周访问北京和上海 就经济问题进行会谈 以缓和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 这次访问正值华盛顿寻求稳定关系之际 两国关系因国家安全 乌克兰 贸易和台湾等一系列问题而恶化 美国出于国家安全考虑 对中国贸易和工业实施限制 本月早些时候 拜登总统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 限制美国公司投资中国科技行业的某些领域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表示 北京的政策基于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中国技术可以打破关键国防和航空航天材料的障碍 南华早报 中国长盛科技公司开发出了一种量产超强碳纤维的技术 这一突破可能有助于中国打破航空航天 和国防工业材料供应的国际垄断 碳纤维是重要的战略材料 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 国防 交通 新能源 海洋工程等行业 由于美国和日本禁止向中国出口制造设备 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被禁止生产碳纤维 然而 中国已经克服了许多障碍 立即到2022年 其碳纤维产业产量将占全球产量的三分之一左右 随着移动网络设备市场萎缩 华为取得进展 南华早报 报告显示 上个季度全球无限接入网络RAN市场经历了近7年来最大幅度的下滑 这种下降对于5G设备供应商来说是个坏消息 他们已经因客户需求低迷和经济状况而陷入困境 该报告表明下降的幅度比预期的要大得多 并预测全球RAN收入将出现全年下降 爱立信和三星的RAN市场份额均有所下降 而诺基亚的收入份额增幅最大 中国供应商华为的季度份额达到三年来的最高水平 本季度业绩不佳的原因是北美乌云密布以及过去几年额外库存的积累 这一数据给已经在销售停滞和需求前景疲软中苦苦挣扎的供应商增加了压力 中国应坚持房住不炒 官方媒体 路透社 经济日报发表社论称 中国应继续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 避免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这天社论是在房地产行业经济低迷 一些开发商存在违约风险以及经济复苏步履蹒跚之际发表的 违约风险上升导致投资者期待更多刺激措施来重振房地产市场 但当中国人民银行维持五年期贷款优惠利率不变时 他们感到失望 高盛分析师表示 预计今年房地产行业对GDP增长的贡献将下降1.5个百分点 芯片公司ARM的IPO演变成科技巨头影响力拉锯站 南华早报 据报道 ARM的客户正在考虑购买该公司即将举行的首次公开募股的股票 以扩大与ARM的商业关系并防止竞争对手获得优势 ARM的客户包括 苹果 亚马逊 英特尔 英伟达 谷歌姆公司 Alphabet 微软 三星电子和台积电 ARM将于下个月在纳斯达克上市 预计该公司估值将高达700亿美元 中国西安发出甜蜜爱情信息鼓励生育 路透社 中国西安市计划生育部门向居民发送短信鼓励他们生孩子 以提高该国的出生率 该消息由西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计划生育协会发出 恰逢七夕节 一个庆祝爱情和浪漫的传统节日 由于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推迟组建家庭或根本不生育 政府正试图鼓励年轻夫妇生育孩子 许多女性将抚养孩子的高昂成本 继续职业生涯的困难 性别歧视 以及不愿结婚等略为不想要孩子的原因 中国政府将增加绿色科技资金 扩大全球主导地位 南华早报 中国中央政府计划安排部分预算 资助先进绿色低碳技术试点项目 其目的是支持该国2060年碳中和目标 提振经济并在全球绿色科技市场获得竞争优势 试点项目将重点关注非化石能源利用 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 先进电网 储能 绿色氢能 高排放行业脱碳 以及先进碳补货和储存技术 政府将利用预算财政和激励措施资助合格的项目 中国已经在全球绿色科技供应链中占据主导地位 并计划到2030年推动世界领先的绿色科技产业发展 中国敦促美国取消对西藏童话问题官员的签证限制 路透社 中国外交部敦促美国撤销 因寄宿学校西藏儿童待遇问题 而对中国官员实施签证限制的决定 外交部警告说 如果这一决定不改变 中方将采取坚决有力的行动予以回应 自称中国异议维权人士乘坐水上摩托艇300公里前往韩国 路透社 韩国活动家表示 几年前 一名乘坐摩托艇从中国前往韩国的中国男子 因取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而被判入狱 这名男子名叫Kwong Piong 于8月16日被韩国海岸警卫队发现 李说 他在拘留中心探望了这个人 他似乎正在考虑前往第三国寻求庇护 据报道 这名男子从中国到韩国的旅程需要14个小时 以上就是本期华尔街网报全部内容 谢谢您的收看